各位听友,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长篇修真玄幻小说《仙夜》 作者尔根,演播丸子冯宝宝,后期制作云曼 1783集,真正的国师 只不过呀,他四人尽管推开,但四人合机之力绝非等闲 这世间除了古族那位最强大天尊外,任何一个大天尊都无法对抗四人合力 更不用说这金色的大剑只是虚幻的 而蕴含的力量只有先祖的异常 在那轰鸣下,那金色大剑崩溃,化作碎片道卷 从仙祖虚影四周呼啸而过,落在了大地上 与此同时,那仙祖的虚幻身影也随之消散 唯独那真实的头颅漂浮在半空 旗上的仙皇身子一阵中,嘴角溢出了鲜血 他猛地抬头,死死地盯着道一与武风 若老夫出现也还不够,那么加上道一与武风,不知仙皇你认为够不够呢 九弟望着仙皇,冷冷开口 你四人到底要朕做些什么 仙皇神色阴沉,缓缓说道 放开亡灵,粉尊离开 双子大天尊呢,目的很明确,盯着仙皇平静开口 老夫希望仙皇让仙祖头颅重新封印 此头颅镇压仙祖七十二周之灵 事关重大,不是仙皇可以拥有之物 九弟目光啊,在那仙祖头颅上一走,慢慢说道 本尊的想法与九弟一样 仙皇保持之前我等五位大天尊实力的格局很好 没有必要重新划分 道一神色阴沉,看着那仙皇身下的仙祖头颅 内心颇为忌惮 五某也是这个意思 五丰大天尊沉默少情,传出话语 仙皇大笑起来,其笑声极为冷漠 双手抬起肩,在道一与五丰神色变化中 其双手猛地按在胸口,喷出大口的金色鲜血下 却见那仙祖头颅双目,金光滔天 张开口,更有金光扩散 甚至其双耳,双鼻之处 七窍全部都散发出无尽的金光 这金光向外,漠然扩散,形成了一股金色大浪 使得九弟等人面色一变,不由自主的齐齐后退 在他们的后退下,仙皇神色争鸣 到了这一步,他绝不会轻易妥协 他宁可爆发出这仙祖头颅的力量 使得愚人短时间无法靠近中 去强行吸收这仙祖头颅之力 一旦他成功,则面对四个大天尊 他也没有丝毫忌惮 金光爆发下,仙祖身子弯曲 双手按在仙祖头颅之上 猛得一息啊 但这吸收中,却是没有任何金光息入 好似那仙祖头颅中有一层禁锢之力环绕 使得仙皇无法融合 是盗王族的封印 这该死的国师,他之前是仙祖开口 却是以身融合 使得这仙祖头颅内 蕴含了一丝其盗王族历代的禁锢封印 但这封印,却难不倒震 震是仙皇 寻常之时无法解开这封印 但如今可以操控这仙祖头颅 确实可以 即便是朕如今解开盗王族的历代封印 那国师将死也翻不起大浪 仙皇脑中啊,念头一闪 此刻情况紧急,他来不及多想 耳边又轰鸣传来 显然是外界那四个大天尊呢 正展开权力与轰开这金光 时间紧迫 仙皇知晓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 他若是无法尽快强行吸收这仙祖头颅之力 一旦金光散去,那四个大天尊来临 自己必然要前功尽弃 这种事情他绝不允许 且如今已经到了最后一个环节 他成功在即,不甘心失败 我的计划连国师都看不透 那九弟只是因为身在祖城 故而会前来 但倒一于无风 他人竟然如此快地来临 仙皇咬牙之下 毫不犹豫地右手抬起 一直点向前方 这一指落下的刹那 却见其手指立刻崩溃 化作了血肉 以武先祖后人之血肉 引仙刚法则 解道王族 永恒封印 仙皇低后中 其右手余下的几根手指 再次崩溃 这一次不但是手指 就连其手掌也都是如此 且这崩溃还在蔓延 当仙皇完整的话语 全部说出的一瞬 他的半个右臂啊 已然失去 大量的金色鲜血扩散 在他的身前凝聚成了一个金血符纹 这符纹自行燃烧 转眼就化作了灰烬 在这金色符纹燃烧的一刹那 先祖右目内 那占据了王林身躯的国师 其身一颤 那束缚了他盗王族代代的禁锢封印 在这一瞬 消失了 在这禁锢消失的瞬间呢 国师双眼流下了泪水 这是其激动的眼泪 是他这一生的追求 他为之付出了一切 就是想要解开这封印 让他的族人从此之后 可以摆脱刚一出生就被注定的命令 在这禁锢封印开启的一刹 一股来自先皇大天尊的力量 从这先祖头颅外急速而来 冲入右目 轰入王林体内 这股力量横扫尖 轻而易举的抹去了国师存在的痕迹 将其生生灭亡 这是先皇最后的杀招 他不会让国师在解开了封印后 存在下去 封印的解开就是国师死亡之时 那占据了王林身体的国师 在其死亡的一刻 他的脑海内 好似有一层不知何时被尘封的记忆 苏醒 他隐隐想起了 盗王族传承至今 其族人已经全部几乎灭绝 在其出生后很久 连同他在内 只有三个人存在 他不知自己的父母是谁 也没有人告诉他 他只是知道自己是盗王族族人 除了他之外 他还看到了一个女子 还有一个女婴 这母女二人就相当于是他的亲人 他想起了 那个女子是上一代国师 而他自己则不是国师 真正的国师是那个女婴 那个女婴他的父亲是谁 他不知道 他只是记得那女婴在出生不久 便失踪了 而他则被那女子当成了国师 去传授其本族的神通 慢慢的 他长大了 他的记忆被尘封 他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国师 渐渐的当那个女子也死去的时候 他已然成人 在他的记忆中 他有很多的族人 这些族人都在沉睡 并未死去 而他的使命 就是要想尽一切方法 让自己沉睡的族人 解开那命运的封印 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族人很多 但在此刻 这记忆苏醒的一瞬间呢 他才想起来 原来自己的一族 除了那失踪的女婴外 就只有自己一个人了 难怪 先皇敢解开封印 因为先皇知晓 我盗王族只有我一人 只要我死了 则即便封印解开也没有关系 原来 我不是国师 那么 我是盗王族的族人吗 我是吗 应该是吧 如今封印解开 那个当年失踪的女婴 那真正的国师 他如今又是谁呢 这个始终认为自己就是国师 为了族人可以付出一切 与先皇展开算计 直至失败后 陷入绝望的可怜之人 死前最后的思绪 慢慢的随着其灭亡 渐渐消散了 他直至死亡都不知晓 真正的国师是谁 但他即便是在死亡的那一瞬 也没有丝毫的怨言 他明白 或许这 就是自己的使命 为了保护真正的国师 为了解开其异族的封印 他从出生开始 就注定的使命 在这个可怜人形神俱灭的一刻 那来自先皇的力量横扫亡灵身躯 确定了亡灵的体内 在没有丝毫灵魂的波动后 这股力量又横扫一圈 这才退缩出去 只是就算是先皇啊 也没有察觉到 亡灵体内那颗天逆珠子的存在 更没有察觉到那天逆珠子笼罩的亡灵 其灵魂 解开了盗王族的禁锢封印 先皇神色露出激动 他认为啊 一切都在自己的掌控之内 那他强大的自信 始终没有消散 开始了快速的吸收那先祖头颅之力 却见一道道金色的烟气 从这先祖头颅的七窍内散出 钻入先皇的七窍 使得先皇的修为 轰然暴增起来 兴奋激动的思绪 在这一瞬弥漫先皇全身 被金光弥漫的他 没有看到 在那金光外 站在远处天幕中的 孩子天尊 与先皇解开了 盗王族封印的瞬间 他的身体 剧烈的颤抖起来 孩子的双眼 露出了迷茫与挣扎 好似有一股记忆 在他的脑海内快速的苏醒 且随着那盗王族 禁锢封印的散去 更是在孩子的身体内 有一股力量 觉醒 这股力量 来自盗王族 他属于先祖真正的国师 他的双眼 渐渐露出了明亮之蒙 其右手下意识地抬起 向着那散发出 精光的先祖头颅 所在之处 一直点去 一切存在 因其本就存在 故而可以失去 死为王 一切王者 因生者思念 故而从无中有了思绪 死为道 道王族 取生者思绪 取王者存在 取追寻精神的寄托 取精生来 使之力凝成香火 以此化道为王 让存在的 继续存在 让逝去的 回归虚无 孩子喃喃 指尖落下的瞬间 立刻这漫天精光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收缩 刹那消失 全部重新凝聚回了 那先祖头颅内 随着精光的散去 露出了 那之前隐藏在 金光中的仙皇 还有那仙皇身下的 仙祖头颅 其上 金光一闪 完全消失 使得这头颅的双目 慢慢闭合 重新弥漫了死气后 失去了漂浮在半空的力量 向着大地落下 更是打断了 仙皇如今七窍内 正在吸收进入身体内的 仙祖金色的气息 使得那已经钻入 仙皇体内的金色气息啊 似失去了依托一般 从仙皇的身体内散出 重新回到了那落向大地的 仙祖头颅中 这突然的一幕啊 让仙皇愣在了那里 他双目猛的睁大 露出无法置信之色 男男中猛的抬头 一眼就看到了那孩子天尊 这 这不可能 国师已经死了 完全的死了 你不是国师 你不是盗王族 你怎么可能会拥有国师的力量 仙皇 仙皇近乎疯狂 他不敢去相信 自己眼中所看到的一切 这一幕 他不敢去相信 也不愿去相信 你绝不是盗王族 仙祖封印下 盗王族不可能离开皇宫 离开祖城 你不是国师 你到底是谁 仙皇面色苍白 他本以为自己掌握了一切 本以为自己的计划 无人知晓 他本拥有强大的自信 各位听友 您刚才收听到的 是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的 长篇玄幻修真小说 《鲜密》 作者 耳根 演播 丸子 冯宝宝 后期制作 云曼 更多精彩有声书 竟在 喜马拉雅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 转发 打赏